一年一度原住民體育盛事 第十九屆光懷杯 就在今天要隆重登場 活動中除了有分享教導的棒球教室 熱鬧非凡的菜街慶典 以及眾星雲集的選手之夜之外 還加入了輕鬆鬥趣的趣味競賽 此外節目由阿仞仁和道物師 帶領觀眾朋友們一同參與 而且還會有四位高人氣的職棒球員 和我們一起搖嗨 這兩邊 你看 有火氣 四川 是什麼人 哇塞 哇 難得可以看到你啊 惡話不說啦 哇塞 等一下… 你拿誰的班子 等一下 太多… 千名球… 一姐 有你的… 哇… 來… 我媽媽很喜歡你 我只能愛你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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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次 浩然 父親 阿仁 沒想到我們那球被打炸了 我們今天的目的是要來當主持人 你在幹嘛啊你 是 沒有錯 我差一點都忘記了 你幫我戴著這個 我幫你戴這個 上去 來 戴好 幫我們合照 好吃 合照 一起入鏡嗎 先幫我開一下 開照一下 來… 這邊 這邊 來下一個 一二三 西瓜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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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們還有叫小朋友 等一下 先把手拉好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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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 一二 其實我們今天是要來主持人 來… 他不是要照相了嗎 不是… 我們今天有很重要的任務 對啊 我們是要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第十九屆的關懷杯 對… 怎麼在拍照呢 是不是 你只要看照你知道 他就忘記了 還有夢人啊 主持一直都是我們的工作嘛 對不對 我們好不容易從棚內 嘿… 帶到戶外來 又可以看到這麼多的球星 你看看 真的 整個就是整個背景 有沒有 整個背景 因為每個都像樹一樣高啊 真的… 來…站中間好了啦 站中間啦 站中間啦… 然後他們四個沒事 不會聚集在一起喔 真的 就是為了今天 第十九屆的這個關懷杯啊 哇… 真的大家都一定要來啦 好不好 其實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關懷杯 跟網言不太一樣對不對 其實… 有小朋友比較基本的東西啦 然後… 精美 我是比較全面一點啦 我打擊 手臂 堡壘都有啦 對啊… 這些很精美嗎 對… 非常精美 這都是我的專業啊 哈哈… 音樂有專功啦 對… 好像英傑也會有負責要給小朋友 一些不一樣的體驗課程 對不對 對… 那我因為今年最不一樣的就是 有多一個七月競賽 我就覺得 今天是滿… 今年是滿新鮮的 我就覺得哇… 每年都沒有… 有什麼… 有機會… 有機會競賽 用小朋友一起去競爭啊 跑步啊是什麼的 就覺得說 今年有辦事活動 我覺得… 就感覺到 我們… 有很多… 職棒明星學生 可以看到小朋友 他們去競爭 對… 就不一樣 我就覺得… 對… 看小朋友在… 可能在… 跑步當中啊 其實… 在接力當中 就覺得說 感覺我們在跑步看 可能… 有些會… 會很好笑的畫面 一定會有… 除了這個之外 好像… 浩然今天是要表演 是不是 有歌舞的部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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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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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往外 不是有帶來特別的演出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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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偷… 對… 跟大家透露一下嗎 好… 透露一下嘛 這是跟我剛才做的一模一樣 我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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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接… 採接… 我也來… 這個… 不受控 完全不受控啦 亂了… 好… 團地這個訊息給大家好不好 對… 那你是負責哪一個 我採接啦 因為每年… 是從理事長 泰山街以後 我們就有採接的活動 然後我們就在花蓮也是 然後在台東也是 對… 然後就帶著全部 參加… 那個關懷杯的小朋友 一起採接 然後我們就一起… 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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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民… 親民路線啦 就是要跟一般的民眾 好好地做一個接觸這樣子 棒球教室絕對不能少 喔… 棒球教室少了我 就不算棒球教室了 沒有… 我說真的很重要喔 小朋友 冷神經喔 好…你們如果想要成為像林志森一樣的拳一打有沒有 欸… 我教就出來了啦 採接… 要拳一打就要採接 等一下… 阿伯說等等… 阿伯你看看 我們今天其實可以看到這麼多的球星都很開心 你也可以看到他私底下他們這麼活潑的影片 他們真的很可愛 對… 但今天也不是只有他們這些人喔 說不定還會看到一些其他旅外的一些球星 旅外球星… 陳庸基 會來嗎… 會來嗎… 當然會來了 他已經在那邊 你看那邊 還沒有下降… 還沒有下降 好啦… 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今天我們… 第一堂課的什麼… 棒球教室 對… 棒球教室 棒球教室首先登場的是教練篇 課程的內容 主要是要讓各級教練和講師 用Q&A的方式 互相分享交流和學習 建議提高球員們專業訓練和教導正確的棒球觀念 話不多說 現在就和我們綠色坦克高國慶一起來看個究竟吧 第一站 我們現在在講什麼呢 就是… 教練跟我們的職業球員的一個互動 然後… 就是… 球員也去了解現在教練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教練學到的東西跟小朋友是什麼樣的互動 什麼樣的教育 現在是… 現在這個時間就是要去了解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裡面的學生平常都是教練喔 對…平常都是教練 然後教練也是跟我們有一些… 跟職業球員有一些互動這樣子 互相交流 因為網民可能就是有教小朋友 欸該怎麼去打球 我們該怎麼去提升級 沒想到現在還有… 另外屁一個就是… 給教練要上課的一個教師 誰… 會想到教練要上課 而且… 而且現在的… 教師是… 學弟喔 我不知道現在的… 那個… 球員的心情會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我等一下會問他 真的嗎 二話不說 趕快進行先上第一堂棒球教室 走 走 這真的是… 今天… 今天… 沒錯… 今天教練們全部都要化身為學生 要和現役的職棒選手 以及專業的體能老師 彼此經驗來分享 而任任道士以及助教高國慶 會和教練們產生什麼樣的火化呢 和我們一起看下去唄 對… 對… 一樣 統治不同平面上面都這樣子去… 這樣子一個伸展 跟一切熱身 OK 起來 OK 好 這樣向前一步 好 這樣右腳往後 好 手打開 好 旋轉 往後走 雖然我們是前面 但是前面可是往後 好 回來 這是… 同樣的訓練方式 可是不同的方向 會達到不同的效果在 對… 請問一下 像中間的方向 比如說的名牌 在馬克勢上的部份 馬克勢 它是一個部份的名牌 很像師傅在角 有東西的領地 很像師傅在角 然後尖端的上學 不知道他的參考是什麼 請問一下 這個角色是你神嗎 比如說… 你認識嗎 他應該算是球眼的包吻 真的喔 叫你不大 這個… 比如說他講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對阿倫哥 Kevin老師 現在這個動作 大家仔細看 就是球員的熱身 對 我們熱身才不動 不散前 練習前的一些熱身 所以… 這也是今天這個教練要上的 因為… 我們是… 我們是… 所以他必須要把握 他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 讓他以後… 可以發展更好 我們有跟教練做個互動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那… 關於這個部份 有沒有等過你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更多的釋放 或者說更多的… 更多的教學 Kevin老師 Kevin老師 我們這邊有一個非常好的模特兒 欸…就是我 對 是他 欸…大家好 各位教練好 我叫道伍斯 大家好 我是阿倫倫 來… 這身體不一樣耶 你知道 等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要問Kevin老師啊 對啦 這個我們身為一個防護員 我知道球隊喔 剛剛我們國際有講 就是有… 可能大概有一兩位防護員 就是要保護我們自己的球員嘛 對 那大概像我這樣子的一個身材 我是要大概是打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會比較好 我是覺得 旁邊的球撿一撿會比較適合你啊 哇 這個打球要從基礎開始 撿球這是一定要會的 對… 但是你連基礎都還沒有達到 你看那個眼睛 那個在裸眼鏡的那個教練有沒有 就是你要… 教練 請問一下 我這個身材適合打什麼樣的位置 那個 一人也知道 教練不錯 指導員 一人指導員 有加指導就很巧 指導員 很會自己解釋 在這邊我有一個問題 想要問一下Kevin老師 Kevin老師 對 因為我覺得他體格很好啊 大家就是不多看他的話 有點可惜 有沒有 對… 有沒有什麼基本的動作可以教我們 對… 就是哪裡可以就是 就是去防護或者是活動 對… 或是做一個活動啊 對… 比較高難度的… 高難度的部分 就伏地挺身最簡單 伏地挺身最簡單 你看 這個… 除了從我幼稚園有記憶開始 就會伏地挺身喔 你確定嗎 我確定啊 那可以做一下 那不就是這樣子嗎 可以嗎 桌子可能要扶一下 好 膝蓋伸直 好 膝蓋伸直 OK 然後呢 這樣子手肘往屁股的方向走 手肘往屁股的方向 好 起來… 對… 屁股要再高一點 屁股要再高一點 對… 沒有腳不要收 腳不要收 我們說吧 沒有這麼簡單嘛 對… 30秒我已經汗都飆出來了 哇… 我讓你看一下標準的啦 哇… 謝謝… 來… 打手的… 打手… 打手… 行不行喔 心情 你看我還有面在笑的 知道一下… 真的非常好 來…可以喔 標準的啊 這種次數來算的話 對 應該50下沒問題啊 好… 你不要懂嘛 但是我們等一下還有其他的課程 我們還是先換別的題目 沒有 我們就這個時候講就好了 講完它 好啦 我知道我們這一站的所有的 老師們都是教練 平常都很嚴肅嘛 你知道幫他們商量都會壓力嗎 還好… 我在這邊有一些問題想要問一下教練 好 在座的教練請問一下 就是在指導我們這些學生的時候 你覺得… 比較常見的一些問題 最後面那邊 有關於我們那個… 原住民的小孩子比較天真可愛啊 練球的時候 他們比較… 內斂一點啊 這樣 問題運動的話 他們… 都知道 講一下他們就很快就明白了 不過… 不過其實要身兼一個教練 他必須要搞清楚 就是我們所有的球員裡面 什麼學生 比較適合達哪一個位置 看體型嗎 看體型… 是用體型嗎 教練 有沒有誰可以回答我 有沒有教練可以回答我 你們是依體型來身高嗎 還是什麼 對 那一位那個很特別 身材很特別 那一位教練 李什麼 李… 李弘揚 李教練 李教練 哎呀 大哥不講我以為他摔腳手耶 你看他的身材 你覺得他可以手哪裡啊 對 那個指導員 旁邊的上面 這些教練 這些教練嘴巴都很飆穿啊 他的意思是說 指導員… 指導員旁邊就是看台嘛 球打出界外球有沒有 對… 有人要撿球 那一位就是你啊 觀眾的意思 就直接講我當觀眾嘛 不是啦 牛是撿球員 我剛剛就講過了啦 可是飛出去還要撿喔 當然要啊 為什麼 原住民的小朋友 資源比較少 對 所以球還要再撿回來再使用嘛 哇 對不對 謝謝李大哥喔 教練謝謝你喔 這個位置非常適合他 對對對 你沒有看錯人 好啦 在這邊呢 我們也是打擾他們 他們還有繼續課程要下去嘛 對不對 在這邊跟各位教練說謝謝了 謝謝教練 謝謝教練 很棒 謝謝很棒 教練好久不見李教練 好 下一堂課 下一堂課